今天之点,我们一起来知道被怀疑是意图播毒的港铁怪客 日前网上流传了一条影片,看到一个长发的黑衣港女 用棉花棒染上一些神秘的液体 然后塗在港铁车厢的扶手上 无端端在车厢里做这样的行为 到底是会什么人做什么事? 有市民就这么估 说可能是抽氧做化验 有人说可能是学术研究,做检测之旅,叫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但是有传媒和港铁查询 得到的回复就是这个黑衣港女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港铁安排 即是排除了官方所做的抽氧化验 不是官方安排的 他做这个行为又是什么事? 如果是私人机构採氧化验,没理由不跟港铁沟通 上载影片的片主说 当时还有另一个男子 是用棉花棒去掃冷气机出风口 担心他们有心播毒 所以没有即时向他们查问 只是等到下车的时候 就告诉港铁职员 对方就说会通知上级 现在虽然很多地方 都将新冠病毒定性了作风土病 但就算什么病都好,播毒都是非常黑心的事 稍微有点点卫生意识的人 自己感冒都会戴口罩保障其他人 如果真的蓄意播毒 很黑心 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未知 不过凡事都向好的方面想 希望有组织做化验 不要真的有人蓄意播毒 都是那句疫情还未退 大家要小心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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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